你現在在聽 Raymond Wong 的直播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記得按住小鈴鐺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直播節目和志祿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香港藝民說 種族歧視的意識形態一存在就會編擊 這當然會了 剛才我看到 Nate Riefer 說 竟然說拍到一些被捕的人 嘴邊還有些貓毛 如果真的吃都不會生吃 其實養貓的人會周身都是貓毛 養貓的人會周身都是貓毛 但是吃貓的人 我不相信牠身上會有貓毛 我不相信這件事 而且貓本身是沒什麼肉的 人們說吃貓肉那些 就算我家裡有隻貓很肥也好 其實你摸摸摸 牠是骨頭來的 養貓的人就知道 根本上貓是只有一塊皮的 牠裡面根本沒有... 其實我是不明白為什麼人們會吃貓 我也老實實跟你說 你說是不是在美國現在有些海地的難民 或者移民 有吃貓狗 我不敢百分百說沒有 但是他們現在說出來的東西是沒有根據的 沒有根據的東西就亂傳 這些東西是很可恥的 那我現在說一下 就是阿琛 剛才說完萬絲 現在說一下阿琛 其實我告訴大家 這個世界 有阿琛這些人都是嚴重的 現在說一下一個 曾經住在東非的人的故事 這個住在東非的人 他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時候 就搬回美國 搬回美國的時候 當然八十年代中期 大家記得 就是Michael Jackson 和其他pop music 的歌星 錄了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world 就是為什麼人籌款的呢 就是 埃塞俄比亞 那時候有饑荒的受害者 他們沒有東西吃 那 美國的歌星就錄了 We are the world 那 這個 就是 阿琛 八十年代的時候 他在讀小學 他回到美國的時候 當然一說他出生的時候 就被人笑 就笑他 你一個埃塞俄比亞的人 你太胖了 另外一個人就說 你在美國吃到這麼多東西 一定很開心 其實他不是埃塞俄比亞人 他母親就是埃塞俄比亞人 但他其實是在肯亞 就搬回去 他爸爸的家鄉 在明尼蘇達州那裡 他去肯亞那裡 他美國人是去工作的 他整家人就搬回去 明尼蘇達州 但是 其實 他真正的背景 沒有人想知道 沒有人想來 因為在學校搞霸凌的 年輕人 是不會理會這些事情的 是不會理會事實的 非洲人 是埃塞俄比亞來的 那麼 現在那個專欄作家 他把這件事說出來 他說他覺得 我當時覺得自己 好像一個外星人一樣 是一個不受歡迎的陌生人 他說現在 我們生活在一個更殘忍的年代 人道主義災難 在這個世界上 在不同的地方都在上演 那麼 現在富裕世界的反應 其實是做什麼 富裕世界的反應 就是 要更嚴格的邊界 以及更高的圍牆 是不是 其實現在有沒有慈善機構 為蘇丹內戰裡的 飢餓的難問籌集資金 現在是沒有的 告訴你 現在是沒有的 現在是沒有的 其實 現在的西方國家 做慈善的事越來越少 現在還有就是 對於一般小朋友 他們 他們不僅只有 校園裡面的惡霸 以及一些 在美國搞政治 搞到很邊緣的怪人 去針對他們 在星期二的時候 有一個人 叫特朗普 一個上了大辯論台的前總統 這個前總統 他當然想贏 想做總統 特朗普 但是特朗普在大辯論裡 不斷重複一個卑鄙 而且毫無根據的說法 就是 說那些海地的移民 在俄亥俄州的Springfield 那裡殺 以及吃一些寵物 這個 當然的源頭是怎樣呢 就是那些社交媒體 有些貼文 傳了 接著 在一些公開會議上面 有一些說法 為什麼公開會議會有一些說法呢 就是 因為 有警察 就說查過這件事 沒有這樣的事 但是 跟著 陰謀論者就說 警察專門隱瞞這件事 那 是被什麼人撿出來搞的呢 就是被Maga最邊緣 最惡毒的人發現了這件事 就由J.D.Vance 剛才我說的 他的社交媒體的貼文那裡 接著就 轉了在特朗普那裡 到了大辯論的時候 這個特朗普就語無倫次說這些事情 其實呢 有些人覺得特朗普一向都是亂吠的 無雙大雅而已 他也是亂吠的 但是這件事不是這麼簡單 這件事 基本上是用了一個令人作嘔的謊 就是 去嚇美國人投票給他 他2015年 他搞總統選舉的時候 他在做什麼 他就 將跨境 從墨西哥邊境 去到美國那些 經濟難民 他怎麼說他們 他說他們是強姦犯和罪犯 你說他們是否裡面 會有強姦犯和罪犯 有可能有 我也不是說百分百無 但是你不可以把所有 跨過邊境的人 說成是強姦犯和罪犯 這個一觸高打船人是不對的 這個阿琛當然是 跨大聶造指控的高手 一直都是 他幾十年來都是用這種技能 去主導公眾輿論 還有這個阿琛是做什麼的呢 他是犧牲其他人為代價 提升自己的形象和權力 但是不只是阿琛這樣做 我告訴大家 這個世界很多人都是這樣做的 他是 犧牲其他人 然後 令自己的權力得以提升 令自己的所得得以提升 其實這個選舉裡面 可以這樣說出來 其實是特別陰險的 用佛洛伊德的術語來說 食物和寵物 在我們政治生活裡面 有高度決定性的象徵 他可以有多種非常有效的含意 傳遞有關身份和歸屬感的深層信息 即是食物和寵物這件事情 你吃的東西 吃的東西 最基本傳達人際關係的即時方式 你吃什麼 其實你在美國政治上 很多時候會是怎樣的呢 我告訴你 他們很多時候都是做一些熱狗 野餐 燒一些糞便 炸一些魚 他是有原因的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搞政治動員運動的時候 一定跟食物有關 因為人對食物和水的需求是普遍存在的 同樣普遍的是 食物承載是有意義的 我們中國人中秋節吃月餅 這是有食物承載的意義 其實每個人 他有自己的 comfort food 你吃什麼 其實可以告訴你 你的人在哪裡 你的人在哪裡來的 什麼形成了你的文化 食物呢 其實是一種強而有力的象徵 既代表了歸屬感 亦代表了排斥 所以特朗普 為什麼說海地人 以及J.D. Vance 說海地人吃貓吃狗 其實就是 要使得 美國人排斥這些海地人 這些歧視我是遇過的 其實我也說過給大家聽 因為 針對中國人移民吃貓吃狗的言論 在外國也是很普遍的 所以我一看到 他們屈海地人 我沒有辦法不發聲 是一定要發聲的 為什麼一定要發聲 因為 中國人也經歷過這些事情 海外中國人也經歷過這些事情 為什麼你經歷過這些事情 現在有人屈其他人 你不發聲 這些是不行的 喏 其實我就告訴大家 其實 你競選的時候 在美國 他們會做什麼呢 那些總統候選人 就是每個州的食物 他們都會去吃的 包括副總統候選人 都會的 舉個例子 就像 Tim Mots Tim Mots 在納布拉斯卡 他那裡 結果做錯了一件事 就是用叉子來吃披薩 披薩是用手吃的 你用叉子吃就被人笑 Tim Mots 他被人笑的一件事就是 用叉子來吃披薩 這麼搞笑 對不對 有時候 那些人是說錯話的 就是民主黨的候選人 通常都會這樣 說錯話就會被人 說他跟一般人的生活脫節 就像奧巴馬 他有出來說 他就... 那時候 他就有說到 有一些菜 叫做Algura Algura 奧巴馬就說很貴 然後 就投訴在Whole Foods 那裡 為什麼這個Algura這麼貴 這樣 但是一般美國人 不吃Algura 所以 那時候 奧巴馬說了這句話之後 就被人攻擊得很厲害 就說他 你也不是我們一般美國人來的 一般美國人怎麼會吃那些Algura Algura 其實是一件事好像芝麻菜 其實是這樣的 鄭Erik就說 以色列的領導人 找別人的生命 更加可恥 其實是的 是很可恥的 但是 現在 現在講的是 川普的情況 其實也是很可恥的 為什麼呢? 還有一件事 他們這次 玩到寵物和食物 把他們混合一起 也是賤的 為什麼呢? 因為所有美國總統都會養狗 養貓 現實就是 他們有寵物 這是美國文化的一部分 養寵物嚴格來說 是美國文化的一部分 貓、狗不吃的是寵物 這件事美國文化裡面是認同的 他們這樣去攻擊 那些海地人 其實就是告訴別人 那些海地人其實不是真的美國人 不是真正的美國人 就算他們是合法移民 他們不會變成真正的美國人 其實我告訴大家 美國人妖化 妖魔化這個海地人 其實是歷史悠久 而且是很殘酷的 是很殘酷 為什麼? 其實就是 因為海地本身 它有一些英雄的歷史 因為在海地 被歐洲殖民者 勞役的黑人 是趕走歐洲殖民者 在1804年的時候 海地就變成了 這個世界上第一個 黑人共和國 其實 而 海地人現在被人攻擊 我認為跟這件事情也是有關 因為他們 基本上推翻奴隸主 其實是震驚了美國 這個依賴奴隸制度 獲得財富的機制 因為其實在1804年 他們那時候 還是有奴隸的 我告訴大家 那時候美國做了什麼呢? 美國呢 就對海地 做了一件事 就是一個 無情的 很無情的 孤立和操縱的運動 1804年做的事情 到現在 都是有影響的 其實 喏 拜登政府雖然為一些 逃離海地的人 因為海地現在都很亂 有很多暴力事件 那些 拜登提供了一些 臨時保護 給那些 可以走到美國的海地人 但是 拜登政府呢 是 仍然延續了 美國兩黨的長期傳統 就是對海地人 其實是有很大的敵意 對海地人是很大的敵意 因為海地人 其實他們就是推翻奴隸主 所以 大家要理解一件事 其實 J.D. Vance 和川普 他們那些人 是精心設計 這個謠言出來的 飲食 寵物 海地人 三件事 這個故事 我告訴大家 其實他們這樣做 就是要挑起美國人 深層的仇恨 是特地這樣做的 挑起美國人深層的仇恨 去拿選票 我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 有些事情已經很有趣 在美國 有人出了五千元元 這些事情其實不正常 不過他們真的這樣做 那人叫Christopher Rufo 他就是美國保守派的文人 拿了五千元美金出來 就說如果有任何人找到海地的移民 真的有吃過貓的證據 他就給他五千元 其實 我告訴大家 這件事為什麼會嚴重呢 之後 很快就會變成 針對美國海地人的私刑 我告訴大家 真的 不是開玩笑 他這樣搞 就是Trump和J.D.Vance這樣搞 他們一定會搞到 在美國的有識人中 因為這些事情 不會就這樣針對海地人 我告訴大家 遲早也會針對唐人 是一定會針對唐人 因為唐人 其實一直都被人說 是吃貓吃狗的 所以在美國的唐人 也是很麻煩 我告訴大家 是很嚴重的 CM James O說 很多時候跟外國人聊天 就問你吃不吃貓狗 我說現在這代人 都不吃貓狗 其實很容易解釋給他聽 其實吃貓吃狗 也不是特別有傳統的 其實根本是 沒有東西吃的時候才吃的 尤其是吃貓這件事 吃狗的肉也可能比較多 但是吃貓這件事 基本上 我認為是不可能的 當作是主食這樣吃 貓吃多少貓糧 可以轉做肉的成本是很高的 就是 你給 有蛋白質的貓吃 牠才會長得好 有蛋白質的東西本身也貴 其實 你養貓的作用是什麼 貓幫你守著 糧倉 其實貓的作用是這樣 守著糧倉 不要有老鼠吃 就是搞爛一些東西 對不對 默默就是海地人是什麼人 海地人是黑奴的 黑奴之後 大部分海地人都是黑奴之後 他們1802年推翻了奴隸主 自己建立了一個海地共和國 美國一直打壓海地這個國家 就是因為他們是黑人共和國 這些歷史上是有記載的 我沒有騙你們的 就是說 我說這些話不是說要專門抹黑川普 也不是專門抹黑J.D.Wang 而是他們 專門做的事情 其實已經是很明顯的了 其實是 那算了 雙聽他就說 有很多中國人都支持特朗普 是有的 他們那些中國人 他們就不認識一個事實 他們就覺得特朗普 都當他們是白人 特朗普和J.D.Wang 那些人都覺得 中國人是白人 我就告訴你 現實就是相距甚遠 我自己不是一個 超級熟悉美國的人 我也不敢說 但是 我之前有一段時間 都經常去美國 我都在美國公司打工 那些 有些事情我都算了解他們 有些事情我都算了解他們 特朗普和J.D.Wang 做這些事情 說這些事情出來 其實最終目標 都是要 拿選票 還有 他們不理會 後果是怎樣 對社會的傷害 是怎樣的 他們不會來的 他們是不來的 是絕對不來的 先說J.D.Wang 海地的愛滋病人數量很多 這是沒辦法的 我也要說 愛滋病的問題 跟社會發展的水平是有關的 非洲也有很多人有愛滋病 社會的發展水平 大家的醫療知識不夠 是沒辦法 是會有這些病 其實就是 好了 算了 休息一會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最後封面的話題 休息一會 雖然 說 太少了 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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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杨栋梁